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DFS系列的题目 然后今天讲到的是一道比较独家的题目 它是雷扣第721题叫做Accounts Merged,就是合并账户 然后它的这个难度呢是一个medium难度的 那么在过去的半年内呢 这个FB把这个题目作为一个比较高频的考察的题目 然后这道题目呢其实一个最popular的方法是用这个并账户unify来操作 但是今天呢我们先不用unify 我们用这个DFS来实现一个最基本的这个solution 好,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吧 它说给你一个list of accounts 然后呢每一个element account i呢都是一个list of strings 然后呢这个list of strings里面index0呢就是这个账户的名字 然后呢其余的这些element呢都是这个邮箱的地址 然后邮箱的地址就是说一个名字后面可以有多个邮箱地址 那么我们看到说就是我们想要去合并账户 怎么合并呢就是两个账户属于同一个人 在什么情况下会满足这个条件呢 我们发现就是some email that is common to both accounts 也就是说某些邮箱在两个相同名字的账户里都有出现 那么说明这两个list的账户是属于同一个人 就是不是它就是排除了这个重名的情况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如果说两个账户有一样的名字 他们可能是属于不同人的 然后呢因为他说这个人就是会有就是这个名字呢 可能会有重名的情况 比如说现在有大家熟悉的一些明星像宋家像桃红啊 这些都是重名的情况 然后大家可能会用小桃红小宋家这样子来区分他们 所以然后这边呢我们用的就是是不是一个是不是同样的 是不是有同样的这个邮箱来区分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 那么a person can have any number of accounts but all of their accounts have the same name 好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在合并这个账户以后呢 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返回这个账户呢 first element还是这个名字 那么其余的这些elements呢 我们就要用以这个sorted order的形式就排序好的这个形式来呈现 好说了这么多其实可能有点复杂 但是我们通过例子来理解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例子他说impus是john 然后还有包括mary 这边只有玛丽没有省腾 那我们看到说他最后返回的结果是john 然后他john后面有john00atmail.com 然后johnnewyorkatmail.com johnsmithatmail.com 然后另外呢还返回了一个john 但是这个john呢不是他们是同名 但是不是同一个人 这边是johnnybravoatmail.com 然后mary这边呢就是maryatmail.com 好然后呢他说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他说这个第一个第三个john是同一个名字 然后第二个john和mary是不同的人 然后因为因为说他们这个email address 就是没有被其他的账户用过 也就是说没有共享某一个邮箱 所以呢他就会return这个list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发现要做这道题 我们需要得到几个信息 就是首先呢我们必须知道 就是每一个邮箱和他对应的这个name 他的账户名的关系 就是我们找到每一个邮箱的时候 都能拿到他对应的用户名 然后其次呢我们发现说就是 他在这个两个账户 就是两个list 比较的时候 如果说两个list里面出现了相同的这个邮箱地址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把这两个list进行一个合并 那这个合并的过程呢也就是说 把以这个相同的邮箱地址作为他们的一个中转站 然后呢实现一个 应该说是实现一个两 就是他的邮箱邮件地址的这么一个连接 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本身在list里面每一个邮箱的地址 我可以作为一个graph里面的node 然后在同一个list里面 比如说我们看到example里面的第一个list 我们会把John Smith和这个John00这两个邮箱的地址作为两个node 然后把它们作为一个无相图的这么一个形式 把它们互相连起来 那么我们在看到第二个John Smith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John和第一个John其实是同一个人 所以呢我们就会可以直接把这个John New York这个邮箱呢 就作为第三个node 然后去跟这个John Smith做一个连接 然后这样子呢 John Smith、John00和John New York就形成了三个node 并且它们之间是互相相通的 然后这样子呢 我们在最后返回整个account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们合并到一起去 好 那我们具体用代码一边写一边来解释这个过程吧 首先呢我们还是会先构造一个return的result 一个list of list 然后 然后去看一些corner case的情况 如果说它这个counts是no或者counts的size等于0 那我就直接return就好了 之后呢我们需要对每一个email都把它这个相应的username去做一个链接 这样子呢我们就需要一个hashmap 把每个email与username一一对应 这样子呢我们就需要一个hashmap 那么hashmap这边我这个key呢就是email也是string 然后value也是string 是它的这个username 那我叫它email to name 好 然后这样子呢我new一个hashmap 好 那再接下去看到就是我们需要另外一个hashmap 那么这个hashmap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其实它做的是我把整一个 每一个email作为一个key 然后把它的这个neighbors作为它的values存在一起 也就是我们找到某一个email地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所有与它相连通的其他的email地址 也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我把这个John Smith和张玲玲作为两个node连通到一起的时候 然后我再加进去这个John New York的时候呢 这三个node就可以连通起来了 所以我比如说我要John Smith这个 这个string作为这个key的时候呢 它相对应的这个value就是John00和John New York 所以我找到一个email地址 我就能找到他和他共享同一个username的 与他连通的那些其他的email地址的集合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是把每个email与他的邻居连通 好那我说这边还是一个hashmap 然后key是string 然后他的这些他neighbors呢 就是我叫他setofstring 因为他这个邻居的email 肯定是不能有那些重复的情况吧 然后我这边叫他graph 因为这是一个我想让他作为一个图 然后我可以进行一个检索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因为我刚刚提到这个setofstring 那我当然这边还需要再构建一个setofstring 然后这个呢 是去把所有email地址放进去的 因为我不需要重复的情况 直接可以做一个排查 放入所有email 那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需要再加一个这个hashset在这边 然后这个hashset呢 是为了我们就是接下来去做那个dfs用的 用于dfs的是否访问过 然后我叫他visited 就把所有这个访问过的node 我都可以把它标注起来 这样子呢 我就不用重复访问了 好 那我们建好了这四个数据结构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操作 那第一个操作呢 我就是需要把这个整个listoflist去便利一下 然后把他的这个name和他的邮箱去拆开来 然后放到对应的我想要放到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说就是首先我把它便利一下 去拿到每一个list 它是account 然后拿到每一个list之后呢 我们我就把stringname这样子 get link 然后这个拿到的就是 取出每个list的username 好 那么我拿到username之后呢 那我接下去要做的就是便利剩余的这些element 那么这些element都是这个邮箱的地址 i等于1i小鱼 他这个list的size 然后 i++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我再把它取出来的这个email 我再命名一下 email 就叫做 let's get i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它这个 这些这些数据结构都用起来了 首先呢 把这个当前的email 我加到 我加到 他那个email的这个haset里面去 这是一步 另外一步呢 就是我要把每一个email和他这个name做一个一对应 所以要加到那个email to name 所以要加到那个email to name里面去 然后是put put email和name 好这样子 好这样子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 我需要把每每一个这个 email和他的邻居neighbor neighbor email去做一个对应 那么这个就是graph 首先我 如果他是 他是空的 如果他是空的话 我就直接 email对应 email对应 new一个haset 这些是放他的邻居emails 好 那如果说 我当前这个i 等于1 我就直接continue 那如果i不等于1的话 就是i等于1是什么意思呢 等于说 如果我当前只是取到了 第一个这个邮箱地址 那我就没 我这边等于说只有一个node 我这一个node是没有办法跟其他的node 去连接的嘛 他因为这样子的话 一个node不可能跟他本身去连接 所以他就不需要做一个 连接的这么一个动作 那除此之外 如果我是第2个呢 我就可以跟他 就可以把第2个 有这个地址和第1个地址做一个连接 然后让他们 成为互相联通的一个无相图 好 那这个情况呢 就可以 连接 连接 方前 node 和 前一个 node 是 是 其 成为 无相图 那我做的事情呢 就是graph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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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graph 对 get了 它前一个 这个时候呢 我是取到了 它的前一个的value 然后 在value里面呢 我加上当前这个 并且呢 我做一个graph 取到当前这个的value 再加上 再加上 它前一个 的这个邮件 地址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 把这些信息都往里放了 往里放了之后呢 我们要去 去做一个 事情就是把整个 我们构建好的graph 要去便利一便 也就是 我叫它emails 就所有的email地址 我都存在了这个hashset emails里面 那么我把每一个email 都取出来 我进行单独的操作 这边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设好的 这个visited的这个hashset 那如果说当前这个email没有被访问过 那如果说当前这个email没有被访问过 我建一个list of string 我叫它temporary好了 newer readlist 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email往temporary temporary里面放 放完之后呢 我肯定就要去便利它了 好 那么 再往下看 我们因为这个hub function还没有完成 我们先把参数部分控起来 那么我做这个hub function dfs这个function 我是要做一个什么用处呢 我是要拿到他所有的这些 他的neighbor emails 然后把那些neighbor emails呢 再去 去一层一层的往下去便利 然后呢 我最后其实会返回的 就是一个我想要有的这么一个accounts的结果 那么我返回结果之后呢 我肯定就需要做一个sought 因为它这边要求它是一个in sorted order 那么collections 用sought这个函数 然后把这个list of string 我把它给sought一下 然后sought完了之后呢 我要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把这个list 这个list里面 它这个index0的部分 我加上用户名 因为当前我们到到目前为止 这个temporary里面都只有邮箱地址 没有用户名 所以我里面需要加上用户名 那么在0的这个位置 然后用户名呢 其实就是email to name 然后我们去get一下e 那gete呢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把这个hashmap里面存到了每一个邮箱所对应的用户名 那么我们只要去get这个当前这个邮箱 我就能拿到当前这个邮箱所对应的用户名了 在index0的位置 加上user内信息 最后呢 我把这个准备好的list of string 我加到这个result里面去 好 然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 return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主函数部分有点复杂 然后先完成到这边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halffunction具体要怎么样写 那halffunction呢 我使用先看一下我们里面填的这个低规的定义 那么首先我有一个string 然后这个string呢 就是他这个email 我就叫他e 然后我要传进去一个hashmap 那么这hashmap呢 就是所有 因为我这边要求的是 我拿到一个email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求到他的所有neighbor 他的那些neighboremail的信息 那么我们这边就需要把我们这个 这里设好的这个string和setofstring的这个hashmap放进来 好 那么就是string 然后setofstring 叫他graph 然后呢 就是这个setofstring 这个是有没有访问过 记录一下 最后呢 还有一个我刚刚在前面建的这个listofstring temporary 好 我们看一下 那因为我要取到他的所有的这个neighbor的email呢 我就是做一个forloop 那么对于他的每一个neighbor来说 他应该是graphget 他的这个email 就是我拿到一个email 我getkey是email 然后呢 我拿到setofstring setofstring呢 就是他的所有的neighbor 那我便利他的每一个neighbor 如果说没有被访问过 我就把它加到visit里面去 然后呢 tap里面也加上他 然后呢 我再去做他 当前这个neighbor node的底规 那么我需要把neighbor放进去 然后graph不变 visit不变 temporary照抄 好 那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把它全部都放进去了 然后呢 我们完成了这个halffunction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主函数里面这个参数的部分 要怎么去填 那我们看到说他里面的这个stringe 也就是我想传的当前的这个stringe 就是for loop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这个graph呢 我们已经构建好了 然后visit也有了 temporary直接放进去就好了 那这样子呢 就大概完成了我们这个主函数 就是ezy have function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这个test case 哦 这边有问题 Illegal star 我这边应该是少了一个括号 53 好的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difference 然后我们发现这边呢 嗯就是有这个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是John00在前 嗯我们的这个John00放在了这个 嗯 后面 然后呢 他这个John Bravo这个呢是 是放在了 嗯我们这个John Bravo 是放在了前面 然后他这个呢是放在了后面 但是这种情况呢 是能跑得过的 为什么 因为他说 The accounts themselves can be written in any order 所以即使他这个Bravo这个账户放在前面 也不影响我们最后的结果 因为我们还是把这个账和这个账 就是两个同名的账 分开放在了不同的账户里 也就是他这个题目所要求的 好 那我们再来复盘一下这道题目吧 这道题目呢 嗯 乍看之下有一点复杂 然后他主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要把每一个账户 都 嗯 把他的这个邮箱地址和他的用户名一一的对应起来 然后呢 对于每一个这个邮箱地址来讲 我们要把这种重复的邮箱地址 嗯 都去删减掉 那么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 还是下起来帮 还是下来帮助我们 直接可以把邮箱地址放进去 然后他会最后会把 如果是重复的 他就不会去处理 好 那么怎么样去可以把 所有的这个 嗯 同同一个人的这个邮箱地址都放到一起去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邮箱地址看作是 图里面的一个node 那么他会把同一个人的邮箱地址呢作为node 都可以同时找到他对所对应的所有的neighbor邮箱 好 那么我们看到说主函数呢就是做了一个用户名和邮箱分离的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呢我们把这个邮箱地址呢就放到emails里面去投机 然后把每一个邮箱呢和他用户名做了一一对应 并且呢 在也构建构造了一个以邮箱为node的这么一个图 然后使他们可以互相连通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做一个邮箱的便利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for loop 然后for loop每次呢都取出一个邮箱的地址 那么我们对于每一个邮箱的地址呢 我们会去做一个dfs 这个dfs就是说我把里面每一个邮箱的neighbor邮箱都去找出来便利 然后呢再去找 再去他的下一层去找到他下一层所对应的neighbor邮箱 这样子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些情况呢都连通到了一起 然后最后返回的呢就是就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所有连通到一起的这个邮箱的list 那么这样子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再把这个list做一个sort 然后满足是insorted ordered 最后呢我们再去把index0的位置上 加上这个邮箱的用户名就是username 然后呢再以这个一个整体的形式把它加到这个result里面去 然后最后呢我们去return这个result就返回了所有的这个accounts的结果 好那这道题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复杂度 因为它是一个dfs的这么一个操作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在这边呢我们便利了就是邮箱里面的每一个list 就是账户accounts里面的每一个list 然后并且对于每一个list里面呢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邮箱就做了一个便利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大致地认为这个时间复杂度来讲呢 是这个omn 那我这边的m呢就是这个accounts的size 然后这个n呢就是这个liststring 它里面这个liststring的这个size 然后呢对 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空间复杂度的方面 我们这边用了一个hashmap 然后用两个hashmap以及两个hashset 然后所以空间复杂度上面呢是一个on的空间复杂度 好那今天这道题呢有点复杂 大家可以就自己画画图 然后去理解一下怎么样去拿到每一个邮箱 它的neighborhood邮箱 然后形成一个联通图 然后并且是一个无相的一个联通图 那大家再去理解一下 然后希望这道题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晚安 拜拜